安省中学教师联会于上周中职与省府的劳资谈判, 这主要是由两个教育局属下的地区教师工会否决了教育局的临时协议, 当中包括了约克区工校教育局属下的教师。 安省高中教师联会早已向其会员作出指引, 要教师们在课后不再监管学生的课外活动, 也不再参加教职员工会议, 不再被请假的教师替补, 不再参加业务培训和安省教育厅安排的活动, 不参加课外活动, 在校期间以外的时间不再与家长沟通。 在否决临时协议之后, 教师是可以把代工行动升级, 包括不参加职员和部门会议, 不再课外时间与家长开会, 不提交学生的出席标等。